白雪白雪,今天花仙子姐姐送一个礼物好不好呀? 嗯,好呀好呀,花仙子姐姐,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呢? 你看,就是这个哟,嗯,这个不就是小球球吗? 白雪呀,它可不是一般的小球球哦,这个小球球呀,它要是遇见水,它就会越变越大 真的吗,花仙子姐姐,那我就来试试吧,我这样正好有一点水,然后呀,把这个小球球都给倒进去 诶,花仙子姐姐,你不是说了吗?小球球倒进去之后呀,就会越变越大,为啥它一点变化都没有呀? 白雪,你这也太着急了吧,它有变化,得等一下它才能有变化呀 哦,原来是这样呀,那我就等一会儿吧 哇,花仙子姐姐,这也太神奇了吧,真的变大了好多呢 我就说吧,它能变大吧,嗯,真好看,真好看,里面什么颜色都有,五颜六色的,真漂亮 你们前的小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个小球球好不好看呀?而且还可以泡大呢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呢?要知道的话,可以点击小红星告诉我哟 哈哈,这里有一颗带带的葡萄,真好 哎,你干嘛呀?你怎么抢我葡萄呀?是啊,我就是要抢你的葡萄 你这葡萄颜色这么好看,肯定很好吃,你拿过来吧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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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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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好吃,嗯,你把葡萄给我吃完了 你还给我哦,嗯,我的葡萄没有了 哎呀,真甜真甜,真好吃 哥哥哥哥,这里有姜师在欺负我,抢我的葡萄 爹爹爹,谁欺负你呀?就是你欺负我弟弟吗? 还抢我弟弟的葡萄 哎呦 不就是葫芦娃的哥哥吗 对呀 我就是抢你弟弟的葡萄 怎么样呀 他现在已经下我的肚子了 就你个人 难道我对付不了你吗 可是 将士呀 你挖了吗 我们葫芦娃 可是有七个兄弟呢 兄弟们兄弟们快出来吧 有人欺负我们的小弟弟 来来来来 我来了 还有我呢 还有我呢 很多人都 谁欺负我弟弟呀 还有我呢 还有我 谁欺负我可爱弟弟 看我 不给他的颜色瞧瞧 哎呀 这七个我都出来了呀 哎呀 好可怕 好可怕呀 将士 现在年纪都能到围了 哎呀 葫芦娃 葫芦娃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 不欺负小朋友了 老大老大 你一定要帮帮我们呀 哎呀呀 你们两个 这是咋回事呀 他全躺在地上了呢 老大 现在那些几乎 好厉害呀 而且他们的能量 越来越厉害了 咱们还没打一会儿 全都倒地了 哎呀 你说说你们呀 你们有什么用呀 只不明都打不过 你说 你们还能干啥呀 哎呀 大哥 你还是别说话了 你后面有好多植物呢 什么好多的植物呀 就算来十个 它们也不是我的对手 哎呦 就这三个呀 我还以为有多少呢 我才不怕呢 不就是豌豆射手 冰豌豆 还有一个小植物吗 大哥大哥 你得看众龄呀 你得看他们的能量丸 有一个是霉红色的呀 啥霉红色 哎呀呀 这霉红色的能量丸 可厉害呢 好像是植物家族 最厉害的能量丸了 哎呀 看样子 我是打不过了 嗯 我还是先跑 先跑不算了 大哥大哥 你怎么跑那么快呢 等等我 等等我呀 你们两个 等等我 等等我呀 哎 这几个僵尸 咋回事呀 还没攻击呢 全都跑了 真奇怪 奥特曼 我要向你挑战 僵尸 你要向我挑战什么呀 听说你打篮球特别厉害 所以我要向你挑战 这个投篮比赛 没问题 这还不简单 但是如果我赢了 怎么办呀 奥特曼 如果你赢了 我就答应你 我再也不做坏事了 以后都听你的算术 好好好 没问题 那你一定要说话算术哦 我赢了 你就再也不能做坏事了 好 但是如果我赢了 该怎么办呀 我知道 一直都想要 我的奥特曼能量丸 如果你赢了 我就把我的奥特曼能量丸 给你 好好好 没问题 对了 奥特曼 是要临时投进三个球哦 好 没问题 那现在比赛开始 我们谁先来呀 奥特曼 让我先来吧 好 那你先来吧 看我的一二 嘿 哈哈投进了吧 再来一个一二 嘿 哎呀 差一点 还有最后一个了 看我的一二 嘿 哈哈投进了 我这么高的技术 都只投进了两个 奥特曼 肯定连一个球也投不进 那接下来该我来了 对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一定要发送小红星 为我加油助力哦 我要开始投了 一二 嘿 哈哈 我投进了 再来一个 一二 嘿 我又投进了 还剩下最后一个球了 一二 嘿 哈哈 我又进了 杨诗 你说的话一定要做到 好好好 我一定会做到的 但是奥特曼 怎么会连续进三个球呀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哈哈 佩奇 乔治 这下被我封印了吧 救命呀 救命呀 不用叫了 不会有人来救你们的 哎呀 不好 佩奇和乔治 被僵尸封印了 可是我这么小 我也打不过僵尸呀 我的爸爸还有哥哥 都出去执行任务了 一时半会儿 也回不来 不行 我要去好好地想想办法 哼哼 秀 小狗他们 你在这儿哭什么呀 啊 花仙子姐姐 原来是你呀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呀 佩奇和乔治 被僵封印起来了 你能不能用你的魔法 救救他们呀 什么 佩奇和乔治 被僵尸封印起来了 那你赶快带我去救他们吧 花仙子姐姐 你看佩奇和乔治 还有僵尸都在那儿呢 你快用魔法救救他们吧 好 看我的 僵尸快放了佩奇乔治 哎呦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花仙子 我才不怕你呢 我现在可是练成了黑暗魔法 花仙子 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的厉害吧 魔法 魔法 病啊 我怎么都不了了 哈哈 花仙子 你也不过如此呢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我真是太大意了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星 解除我的魔法 让我去救乔治佩奇 拜托你们了 谢谢小朋友们 僵尸看招 病 僵尸 你现在中了我 花仙子的魔法 你就会被一直封印在这里 永远也做不了坏事了 佩奇乔治 别着急 我现在就救你们 花仙子魔法 病 太好了 佩奇乔治 你们终于被解救了 花仙子姐姐 谢谢你 佩奇 乔治 小兔 瑞比卡 还有小杨素希 我把你们叫过来 是因为我有重要的事情 要向你们宣布 花仙子姐姐 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呀 我听说你们当中 混进了一个僵尸 啊 真的吗 花仙子姐姐 当然是真的啦 花仙子姐姐 我可不是怪兽 我是佩奇 花仙子姐姐 我也不是怪兽 我是小兔瑞比卡 花仙子姐姐 我也不是怪兽 我是小杨素希 还有我 我更不是了 我是乔治 早就知道问 是问不出结果的 过还好我早有准备 这些是小朋友们 最爱吃的棒棒糖 不过 我已经在这上面试了魔法 只要僵尸吃了 就会献出原型 你们都说你们不是僵尸 那肯定僵尸不在你们当中 那我给你们 每人发一个棒棒糖吧 这个给佩奇 这个给小兔瑞比卡 这个给小杨素希 还有这个给乔治 谢谢你花仙子姐姐 那我们现在可以吃吗 可以可以 那我先吃吧 那我也要吃这个美味的 佩奇和小兔瑞比卡 这么快就吃完了 那我也要吃 真好吃 好吃呀 我也要吃 好久没吃过棒棒糖了 我怎么献出原型了 原来你是僵尸 看我的魔法魔病 现在把你疯了 看你以后还能不能做坏事了 给小猪佩奇一家发巧克力了 花仙子姐姐 真是太好了 有巧克力吃咯 快吃咯 乔治乔治 等一下 想吃的话得回答一个问题 回答正确了就可以吃咯 要这样呀 那行吧那行吧 那乔治 我问你 五加五等于多少呀 要想清楚哦 想清楚再说 五加五 五个手指头 加五个手指头 就是十个手指头 不错不错 乔治回答正确了 你可以吃巧克力了 我要翻过来看看 我的巧克力是啥形状的呀 哇 是小恐龙形状的呀 太好了 我最喜欢小恐龙了 我好喜欢呀 佩奇佩奇 我来问你 要是你回答正确的话 你也可以吃巧克力哦 六加三 等于多少呀 六个加三个 六加三 等于 等于九 嗯 不错不错 佩奇的数学也很好呦 你也可以吃巧克力了 太好了 我来看看 我这是啥形状的呀 哇 原来是我的样子呀 这也太好看了吧 我都舍不得吃了呢 该猪妈妈了 猪妈妈 我问你 五减二等于多少呀 哎呀 五减二 这也太简单了吧 等于三 嗯 不错 猪妈妈也回答正确了 那你也可以吃巧克力了 我翻过来看看 这是啥形状的呀 哇 这么大个蝴蝶结 真好看 我好喜欢呀 该猪爸爸了 猪爸爸 我问你 五加二加二 等于多少呀 五加二加二 二加二 等于四 四加五 等于九 等于九 不错不错 猪爸爸的数学很好嘛 一上就算出来了 那你也可以吃巧克力了 嘿嘿 我来看看 我的巧克力是啥形状的呀 哎 是乔治形状的呀 哎呀 真可爱 我都说不得吃了呢 你们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看 就有四种巧克力 你们更喜欢谁的巧克力呢 可以评论告诉我哟 哎 那不是佩奇乔治吗 看我的 妈咪妈咪病 哈哈 走喽 哎呀 最近怎么这么热 要是有水喝 解解渴 该多好呀 哎 这是什么 这是好喝的饮料也 嘿 好了 这么热的天 正好想喝水即可的 喝水喽 啊 别别别 我不是饮料 我是佩奇 怎么回事呀 葫芦娃哥哥 我们可能不小心中了黑魔法 才会变成这样的 我也不知道是谁把我们封印起来的 哦 原来是这样呀 那 那葫芦娃哥哥 你能不能救救我们呀 可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救你们呀 对了 我知道 我记得花仙子姐姐说过 只要有小红星 就可以解除任何黑魔法啊 只要你帮我们找到小红星给我们 我们就能恢复成原样了 嗯 那你们放心吧 佩奇乔治 你一定会去帮你们找到小红星的 那谢谢你了 葫芦娃哥哥 太好了 终于找到小红星了 赶快拿去 就佩奇乔治 诶 葫芦娃 来把小红星交出来 蝎子金 你快让开 我要去救人了 我劝你 还是赶紧把小红星交给我 要不然我就用魔法把你封印起来 蝎子金 我再不怕你呢 让你尝尝我葫芦娃的厉害 葫芦娃广播发射 呦 对了 我要赶紧拿小红星去 就佩奇乔治 佩奇乔治 小红星来了 给你们一人一个吧 哇 我们真的变回来了 谢谢你葫芦娃哥哥